原标题 很大的损失 在革命意志这一点上 他的儿子陈延年比他更加坚定 只可惜英年早逝 陈独秀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 要他们完全自立 所以在陈延年考入复旦大学之后 还要自己打工证取学费 当时正好陈独秀在筹办新青年杂志 所以陈延年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立志要改造旧社会 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 陈延年也去往法国勤工俭学 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 并在1922年加入了共产党 陈延年的生活比周恩来还要减土 还给自己定向的原则 不显油 不看戏 不照相 不下管子 不讲衣着 不做私交 而且 陈延年为了革命终生未婚 所以周恩来一直以来都对陈延年 非常佩服 后来陈延年与周恩来一起回国 周恩来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而陈延年则成为广东区委书记 在陈延年的努力下 他用两年的时间 让自己负负责的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党员甚至有近万名 连毛主席都说 陈延年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 陈延年对于自己的父亲也从不太过 他曾对张泰雷说 陈独秀太糊涂了 没有看出蒋介石的阴谋 也没有看出工农的力量 想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苦力 是完全不正确的 只可惜 像陈延年这样的人才 却不幸在上海遭到了逮捕 刚被捕食 因为他常年和工人们待在一起 所以皮肤有黑 差点就被放了 但再在关键时刻 吴智辉却认出了他 于是陈延年就遭到了重点关押 1927年7月4日 陈延年被押赴刑场 柜子手让陈延年跪下 但陈延年拒不下柜 最后他被柜子手乱刀杀害 这一年陈延年只有29岁 值得一提的 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 曾经也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 但他却在1928年6月6日不幸牺牲 十年26岁 也是英年早逝 2009年9月 距离陈延年已经过去82年 他被评选为 一百位为新中国城里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算是告悲陈延年的在天之灵 陈独秀一生虽然有错误 但是能培养出两个好儿子也算是他的一大成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